表情包公投无理涛涛又给大家贡献段子了 有网友放出几张照片 在夜晚的长街上 由于头皮红衣的少年飞一般的奔跑 没错 他就是天王巨星黄子涛 无理涛涛事后极为迷妹苦苦追寻 期间还伴随着这样的对话 你们为啥要追我 你为什么要跑 你们追我我就跑啊 你跑我们就追啊 简直是误陷死循环 一副黄子涛快换情的歧视感呼之欲出 另外最后一张照片 所长也是莫名想象 无理涛涛简直太可爱了 加上最近黄子涛真正男子汉预告片曝光 所长大胆勾计一下当初的黑 好多都已经被他实力搞笑牵了粉吧 昨天韩国演员郑宇胜和朱志勋 乘坐KTX高速列车前往釜山 参加第21届釜山国际电影节 值得一提的是 明星乘坐高速列车前往釜山的青鞋 和最近火爆的丧尸体责电影 釜山形相当相似 整天是上演了现实版的釜山形啊 当天现场被围的水泄不通 围观群众都张大了嘴 当然不是咬人汉 是欢呼和尖叫 说到他们主演的电影《阿修罗》 片子讲述了未在地狱般的世界生存 一群坏家伙展开的一场拼死决斗 影片的血腥暴力程度 令许多观众则舌 甚至引来了许多差评 主创们也有话说 《阿修罗》 《阿修罗》 就在昨晚黄晓明宣布当店 他删除一张和贝比的合影 并配文 三个人的旅行 以后还要一起很多次 感恩媳妇 与大家一起分享了怀孕喜讯 消息已经发出 便收获了宇宙网友的祝福 共同期待新生命的到来 随后 一次黄晓明朋友圈被粉丝曝光 截图中 黄晓明除了上传贝比美照和恩爱照外 还写道 何德何能可以拥有你 感恩媳妇 一次安卓拉baby 在甘文下恩爱回应 恭喜你啊 老来得此 哎呦呦 原来是个安卓拉boy 恭喜恭喜啦 朱英2012年 于香港传奇乐队 Beyond的成员 黄晓中结婚 欢迎生活幸福美满 但最为轰动的是 于周星驰的一段地下线 据传 朱英1991年拍摄 《桃雪温龙2》 和周星驰擦出爱火 但因为南方不愿公开恋情 依然长达三年 再加上后来 传出周星驰劈腿背叛 1995年 他情绪崩溃 决心分手 且不愿再听到周星驰的名字 直到最近 朱英才松口破冰 表示两人还有机会 可以合作 不过 如果上天能够给朱英 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 所长觉得 他只会对黄冠中 说三个字 我爱你 如果非要在这份案上 加上一个期限 想必一万年都不够